很高兴今天在我们法拉盛网的party见到法拉盛图书馆的副馆长 跟艺文出版社的市长邱新叶先生 我们欢迎他来这个party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邱先生你好 你好 没消息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在法拉盛十几年了 那么看到现在我们法拉盛移民越来越多 其中特别是华人的力量逐渐增强 不论是商业的还是经济的 文化的都非常突出 我们也选出了自己的名义代表 那么我在图书馆工作十几年 眼见这些变化我非常高兴 那么我同时呢自己也是一个艺文出版社的社长 我代表艺文出版社向梅小姐祝贺 祝你们的生意越做越好 我们出版社呢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就是顾雅明传得到了社区的大力支持 我相信呢我们社区各个文化机构 各个商业的组织一起团结 一起努力我们会打造出一个新法拉盛 成为一个新移民的样板的城市 谢谢 我们法拉盛网啊希望把文化艺术各方面面带给四个市区 就是希望带来给市区的方方面带来一点提升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是这样我们除了平面的出版以外 现在新媒体越来越发展 那么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有一个网也可以有更多的网 现在我看到已经有法拉盛交友网 法拉盛网其他的网也会出来 那么我们的法拉盛现在正在朝 就像顾雅明医院所期许的那样 一个新型的估计性的华人都是前景 不再是重复去copy老的中国街中国城的这种模式了 这展示了我们华人的实力 我们的前景很好 好谢谢屈先生的访问 OK谢谢